我发现男人很多都不太会坐咖啡厅 我觉得很无聊是不是 还不如在家里坐 倒杯茶 我现在也不明白有一点 就好多人就是 我拍戏拍了也十几二十年了 我经常有很多人就是 在咖啡厅看剧本 我现在也不明白 为什么看剧本要在咖啡厅看 我就觉得在沙发上躺着 然后或者在厕所上厕所的时候 或者用手机什么看 为什么看剧本要在咖啡厅看 我也不明白 所以我现在也不理解 很正常 那法国很多人都在巴黎左岸看书 阅读写作 做音乐创作 那所以就变成了巴黎左岸 可能有的人就需要 看一看书 然后跟外界有点接触 闻一闻空气 有点香味的刺激 他可能觉得一直这么专严 他反而很累 每个人不一样 是是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你就要 我就要理解人和人的差异性 所以你要理解 有些人在咖啡厅就看不了剧本 老公 因为我跟你第一次去旅行之后 我就没有要求你再跟我单独去旅行 跟单独去咖啡厅了 还好我现在儿子长大了 我还有女儿陪我去